我搬个沙发 我不要在小雪家里 为什么 因为你学习太狗了 我讨厌学习狗的人 我学习不好 你来我家吧 狗烟 不喜欢我 我还不喜欢你呢 我穿个蓝色的沙发 我再贴个美羊羊的墙纸 那我贴个小兔子墙纸 小贝姐姐的美羊羊 好像比我的要好看啊 小雪的小兔子 也太好看了吧 我想跟你换蜜纸 小雪小贝 物品一清布置 就不可以再更换 除非物品自己要求更换 不是吧 那我能不能找个帮手啊 可以啊 不过你们两个 只有一个可以找帮手 猜拳决定 谁赢谁赚 学到简单部 我找汤姆猫 我要张个超大的电视机 怎么会这样 喵 这家没我都得在 喵星力量 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我不玩了 小雪 做事情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 小精灵说的对 我不能半途而废了 那我装个小电视机 然后再装个羊羊羯 我装个吊蓝椅 我喜欢小贝家的美羊羊 我要吃小贝家 不行 小贝要的是我不是你 谁抢的是谁的 大家都喜欢我的家 小雪你要输了 小精灵 我是不是要输了 小雪 还没有到最后一刻 不要轻易认输 我知道了小精灵 吊蓝椅 你来我家吧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那我去你家吧 不过 我要把我的好朋友也带去 哦 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工作床啊 都怪这个摇摇椅 有了 汤姆猫 你过来 你这样这样 OK 你干什么 真的太可怕了 小精灵 我要跟吊蓝椅换回来 吊蓝椅 你愿意吗 不愿意 换身体无效 装扮继续 真是气死我了 不行 我的房子一定要是最漂亮的 我要一个超豪华飞机 还有一个超漂亮的浴缸 我要两层彩虹灯 一层挂在房子上 一层挂在对栏椅上 我要一个装满漂亮衣服的衣柜 小费 小费 不能再要了 我快承受不住了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赢了小雪 我要一个梳妆 我要一个超大十一剑 不行了 不行了 我扛不住了 汤姆猫 快用你的喵心力量 一一一 喵心力量已失效 这可怎么办啊 小精灵 你快帮帮我吧 小费 装扮时间已经到了 恭喜小雪 装扮出了最漂亮的房子 小朋友们 做事情太过着急 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哦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